诗篇第六十六篇 全地的居民啊 你们应当向神欢呼 你们要歌颂他名的荣耀 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 要对神说 你的作为多么可谓 以你伟大的能力 你的仇敌必向你假意归顺 全地的居民都必敬拜你 向你歌颂 歌颂你的名 你们来看神的作为 他向世人所做的事 是可畏惧的 他把海变为干地 众人就步行过河 我们要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以自己的全能 永远同管万有 他的眼睛见察万国 悲逆的人不可自告 万民啊 你们要称颂我们的神 宣扬赞美他的声音 他保全我们的性命 不使我们的脚动摇 神啊 你试炼了我们 熬炼了我们 如同熬炼银子一般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背上 你使人驾车 嘎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 我要带着繁迹进你的殿 我要向你还我的愿 就是在急难的时候 我嘴唇所许的 我口里所说的 我要把肥美的牲畜做反计 连同公绵羊的新香计献给你 我并且要把公牛和公山羊献上 所有敬畏神的人啊 你们都要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向他呼求 我曾用舌头送赞他 如果我心里偏向罪孽 主必不听 神却垂听了 他留心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 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